最近,天文学家宣布发现一个红一高达13的星系,当时的宇宙年龄约为3.3亿年,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星系。 此前,保持记录的是红一约为11的星系GNZ11,它所处的宇宙的年龄约为4.2亿年,为不将人类看到的最远星系。 网宇宙诞生时刻方向推进了约一年,这只是维部的一个轻松的开端。 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开了挂的维部将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突破,带领人类破解极早期宇宙的奥秘。 2022年7月12日,维部望远镜得到的第一批图像,在万众瞩目的盛况中被正式公布。 这批照片不仅震撼了天文圈子里的专业人士,也震撼了圈外的众多吃瓜群众。 然而,一瓜未弱,一瓜又起。 7月20日,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领衔的一个合作小组宣布,他们在维部拍摄的图像中发现了一个破纪录的星系。 它在宇宙大爆炸后大业3.3亿年之后就已形成,是至今为止被发现的最古老的星系。 如何确定天体的红移? 红移是测量天体距离与年龄的最关键依据之一。 由于天体自身的运动或宇宙自身的膨胀,天体发出的光波会发生变化。 如果光波变长,就是红移。 如果光波变短,就是负的红移。 其蓝移,这样取名是时代所限。 一百多年前的天文学家能够观测的波长,基本上限于可见光,而可见光中红光的波长最长,蓝紫光的波长最短,因此其他颜色的可见光朝着红色一段移动,就是红移,随着观测波长范围的扩大。 天文学家早已观测到红光朝着红外移动的现象,不过根据惯例,这样的移动依然被称为红移,而不是红外移。 我们只需要记住,红移泛质波长变长,天体发出的光包含众多元素的原子发出的辐射。 这些辐射由原子内的电子的跃迁导致,它们都有固定的波长。 天体发出了部分光在前往地球的过程中,某些波段的辐射被自身大气或星际界质吸收后,强度变弱,显示为吸收线。 测量到的天体的光谱中,如果某种元素的某条吸收线的波长,与实验室测出的波长不一样。 就说明其产生红移或蓝衣,将二者相减。 在初一实验室测出的波长,就是红移或蓝衣的指,一些遥远星系发出的辐射。 在穿过众多负寒氢的星系剂分子云时,里面包含的莱曼α线以及其他莱曼线,会被分子云内的氢严重吸收, 使其亮度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导致波长等于和短于莱曼α线的辐射的亮度,远低于其他波长上的亮度。 这样的星系被称为莱曼端裂星系。 观测到莱曼端裂星系后,将断裂出了波长策除。 在与实验室中的莱曼α线的波长121.57纳米对比,就可以计算出其红移。 实际上的操作当然要更复杂一些,通过模型拟合,得到其理论能谱,从而确定出莱曼断裂的具体波长。 在计算器轰移,这次破了记录的星系被命名为Glass Z13。 Glass Z13中的Glass是空间凌炸透镜放大巡天,Risen Lens Amplified Survey from Space的英文缩写。 Glass专案观测了10个星系团及它们附近的10个空区域。 其中一个星系团为Able 2744,它也是著名的哈勃边疆厂当年拍摄的6个星系团之一。 微步用近红外相机拍摄Able 2744,所在天区及附近的天区内的星系的图像,并用近红外成像一语无缝光谱一语近红外光谱一语获得天体的光谱。 微步得到了这些数据作为早期释放科学数据之一被释放。 这个专案因此被称为Glass,JWST,E2S,哈佛大学,斯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一个团队,在Glass,JWST,E2S得到的数据中确认了Glass Z13。 必须提及的是,当年领先团队确认GNZ11的成员也是这个团队的成员,名列相关论文的第二,根据模型理合,Glass Z13的品质很低,仅约为太阳品质的10亿倍。 作为对比,我们的银河系的品质约为太阳品质的11000倍,因此,Glass Z13的品质仅为银河系品质的约千分之一。 模型还表明,Glass Z13在当时的宇宙中的年龄已经存在约7100万年,上下误差分别为3200万年与3300万年。 当时宇宙自身的年龄仅约为3.32亿年,因此它在宇宙诞生后约2.6亿年时就已诞生。 维部探测到的Glass Z13,以及其他红一达到10左右的高红一星系,的近红外辐射原本都是这些星系发出的紫外辐射。 由于宇宙的膨胀,这些紫外线达落地球时,被拉藏为近红外线,以4.44微米波长的辐射为例,除以13加1,就是0.317微米, 即317纳米,属于近紫外线,更短波长的近红外线,除以同样的数值后,得到的是更短波长的紫外线。 因此,只有那些紫外线辐射足够明亮的星系,才有可能被维部探测到。 至于那些古老星系发出的可见光辐射,经过这么大的弘移,到达地球时就已是中红外辐射。 维部的中红外设备是探测这些中红外辐射的有力工具。 此前,天文学家在哈勃拍摄的图像中发现的最古老的星系是GNZ11。 这个编号中的G代表大型天文台宇宙气颜深度寻天,The Great Observatory Origins Deep Survey Goods。 这是一个由哈勃空间望远镜与一些空间X射线望远镜,及地面望远镜联合执行多波段观测的。 各自观测南与北两个特定天区,分别用S和N表示,所以GN代表这个专案观测的北天区。 2016年,耶鲁大学的天文学家领衔的团队,结合哈勃与斯皮泽空间望远镜观测的图像,用哈勃的第三代宽敞相机的灵扎光谱仪,获得了位于GN观测区域内的整星系的光谱。 他们发现,这个星系能谱的断裂波长两侧的辐射流量比值低于0.32,因此,它是一个莱曼断裂星系。 欧士等人用莱曼断裂星系范本尼和它的能谱,确定出莱曼断裂处的波长约为1.47微米1470纳米,得到其红一约为11.09,因为它的红一约为11,因此编号中就有了Z11。 根据红一约计算星系的年龄,依赖于一些宇宙学参数,假设当前的哈勃常数为69.6,宇宙中物质的比例为0.286,暗能量的比例为0.714,那我们的宇宙的年龄为137.21年。 在这样的宇宙中,红一维十一的星系所在的宇宙的年龄为4.19亿年,其寿命至少为133.02亿年。 GNZ11的冠军宝座还没做几年,就被维部发现了更远的星系取而代之了。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此后天文学家根据维部得到的数据区域寻找更高红一星系的竞争会不断白热化,更加内卷化,新的距离会不断刷新旧的记录。 这种竞争与内卷对于人类认识可见宇宙的边疆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期待为不经后有这方面的更大的突破出现,甚至发现第一代星系与第一代恒星。